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你看到吴嘉日第一周就卖了2.61 搞不好超过Star Wars原理觉醒 第三名就是阿凡达 我是觉得阿凡达还蛮好看 其他两部原理解体还不错 都不错 另外刚刚讲了蓬勃调查 明年的一些市场风险 包括第一名是inflation通膨风险 第二名就是COVID-19的变种病毒风险 第三名居然是战争风险 他们预估哪里会发生战争 这个来请教一下 我们今天要来请教 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 邓声明副总经理 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晚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 彭博今天有一个消息出来说 明年他看全球有十大风险 第三名居然是战争风险 请问哪里会发生战争您觉得 他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等于台海然后还有乌俄之间 这两个等于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觉得这入侵的可能性比较高 对 其实我们内部的看法 也是觉得就是亚太这个地方 有一些应该这么讲 有一些地缘政治风险 那其实要是我们自己内部看法 地缘政治风险其实也是十大风险 但是如果你不明确点出是什么地方 其实他讲得很白 就是一边是乌俄一边是台海 就是这样 他举了一个主要的例子 他觉得这种可能性 相对来讲 等于700个受访者 有23%提到地缘政治紧张 然后16%的人 受访者明确讲战争 入侵冲突 语调 讲得蛮白的 那台湾自己本身都不太紧张 外国人很紧张 对 这等于就是 有时候是这样 就说你是一个风险 但毕竟不是前三名 因为他好像排到第四 第三 好像是第三 其实台湾还真露脸 因为在彭博这个调查 他是访问了700个受访者 就MarketLife Global Survey 这项调查 他访问了700个受访者 第一名我们刚讲的是通膨 这大家都能理解 第二个是疫病 这也大家理解 第三个是战争 第四个是联准会的风险 第五名是中国大陆风险 中国风险 第六是policy error 就是政策错误风险 第七 你知道是哪里吗 第七是台湾 台湾风险 第八是俄罗斯风险 我们的风险 台湾的风险 还排得比俄罗斯风险更高一阶 又有战争风险 又有台湾风险 可见台湾明年 蛮入脸的 实际上 这个调查听众听 没有参考 当然我个人也没啥评论 我只觉得说 外国看台湾 似乎两岸的紧张关系 是越来越升温 而且大家都越来越紧张 可是感觉起来 两岸台湾似乎都没有什么 太紧张的气氛 股市也照长 割什么马照跑 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好 那另外在 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西安封城的消息 邓总 您觉得西安封城 这会后续有多大影响吗 现在看起来感觉 就中国那边 因为它是比较紧张 因为中国是清零政策 彻底执行 像是亚洲执行 最严厉的一个国家 和地区 那本来台湾这边 其实也是执行的 也是比较谨慎 就是说明年可能是7加7加7 像是台商回流 或是国外的旅客 国外的国民会过 那亚洲这边的话 现在比较开放 就是新加坡和韩国 南韩嘛 那我觉得这个 整个扩散率上升 可能是不可逆的 但问题是 我有看到一个报告 就是苏格兰 英国那边的报告 就是说 它现在这个重症率 或者是它住院的 等于是过open night的这个比例 好像差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低了 低了大概四五成 有跟Delta比较起来 Omicron 然后它重症率 是低了七成以上 然后 但是它的扩散率 就是十倍 等于就是说 它的症状不是那么严重 但问题是 它非常的强 强悍 它就是流传的速度 非常快 而且刚好现在是领冬 等于是冷天的时候 其实就容易有 这种病毒的一个传染 相对而言 感觉上扩散率快 但是好像不是特别严重 就是你 你是实际上 好像感觉上 也是反映在风险资产 的一个影响上 虽然我们知道Omicron 大家都会把变种病毒 放在前五名 但问题是 好像目前看来 就是你这个 nexin 就是这个疫苗 感觉上好像似乎是 好像也不是完全不可控 等于就是说 你注意一下 你戴口罩 然后你打疫苗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打第三 这个东西感觉 各国也不是真的 这么紧张 不然以美国为主 为首的这个国家 打第三剂都有可能确诊 突破性感染 今天那个CNBC 那主持人 他也宣布他确诊了 而且他是打过第三剂 他是triple shot 第三剂都打了 好继续确诊 好那明年到底 哪一些市场看好 其实蛮众说分 有些人说新市场不看好 因为明年 美国升息 恐怕就是所谓的 剪羊毛又要出来了 那另外一方面 有人讲说 今年跌了最深的市场 恐怕是明年涨最多的 像今年牙股里面 跌最深的是港股 所以明年会被港股 有大复活 因为最近有一个消息说 12月港股上市公司 有将近90家执行库藏股 像是药明生物 碧桂园 长河 平安好医生 小米 敏华控股 复兴国际 都执行了库藏股 我刚看了几档股票的股价 那个平安好医生 真的是跌爆了 不可思议这样跌 那个1833的平安好医生 真的跌得非常可怕 港股你说不要说 指数年数到现在跌了十几% 很多股票都腰斩在腰斩 那港股明年看好吗 你觉得恒生指数 我个人觉得 就亚太这边 虽然刚前面有讲到一些地缘紧张关系 那但是问题是 亚太的股市明年卸盈余 因为等于是今年以开发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国家 它已经涨很多了 而且它的一个基期是比较高的 获利基期 所以亚太的基期是比较低的 所以明年盈余反而超过全球平均值 所以这个低估 而且它今年价值又掉下来 等于它的估值又掉下来 所以我觉得比较有竞争力的亚太国家 当然是和中国 台湾可能也是一部分 那你这个股权债权的契机其实都有 我个人是觉得有 虽然你是伴随着风险因素提升 但你可以看 注意有一个数字 就是说恒生国企 它的SCEI 它的co-option 就是它的一个比例 跟一个季度之前 三个月之前 现在大增了2到3倍 等于就是 你虽然空的一个比例还是比较高 可是co-option是大增 就是这个地方大增 其他地方都在减 像日经或是东正 跟一个季度之前比 其实减了一半以上 几乎都没了 现在变得非常少 但是就是这个区域是 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可能是smart money 就是比如说是 抄底的钱 对对对 smart money smart money我记得在 一两周之前 应该还是站在空方 但是越接近Quizmos 它反而是有点 它把它空有点回復 我倒真的觉得 明年可以注意港股 为什么 因为真的今年 很多香港的一些好公司 或者说过去我们讲说 知名的公司 不要讲好公司 知名的公司 这个挂牌公司 他们股价真的跌得非常的 非常的厉害 比如说 刚刚讲到那个 1833的平安好医生 今年年初的时候 平安好医生每股 最高还曾经到 在150块港币左右 您知道它最近跌到多少吗 最近居然跌破30块港币 可是你可以想见 是怎么跌的吗 我们一般讲 这个150块港币 腰斩是75 75在腰斩 75在腰斩 腰斩在腰斩 还要再打折 这平安好医生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跌 所以这样的跌法 怪不得公司派要出来 实施库藏股 这样子是不是真的具备 一个抄底的机会 以及今天 邓副总要带来高盛 对于市场的看法 这个所谓的 跨资产类别的看法 那您觉得呢 港股真的有 这个抄底的价值吗 有些个股 或是说有整个大盘 你看就是以恒生指数来讲 就是它大型股 Blue Chip 或者是跟全球指数比 或者说恒生国际 跟全球指数比 这两个指数分别 年初至今 你知道折价多少吗 一个是折价了 大概三成多 另外一个是折价了四五成左右 折那么厉害 折得非常非常厉害 等于说 你以机器低的角度 假设它的机器展望 是没有完蛋的话 就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底气 在那个地方 然后政策又不一定会 当然地产的风险 或许会很耿到明年的一季 一季初 我觉得有可能会延续 但问题是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它真的是落后最多 等于就风险为那指数 现在当然是倾向 稍微resolve一点 但问题是你成长股滑落下来了 哪一边的成长股是不但滑落 而且还已经就是人已经折了这么多 等于就是说 你现在钱如果外面钱还是这么多 虽然钱是慢慢要回收了 但是问题是 他们大陆那边在放水 他们现在基本上是 目标是比较松的 所以你这样来讲的话 那些smart money 我觉得是默默在 一点一点在减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看 或是法人投资机构 他没有那么空 连小米股价都腰斩 小米股价年初的时候36块港币 跌到现在跌到18块 另外这个BNT代理复兴国际 今年年初的时候13块港币 现在跌到剩下不到8块 这些都是最近开始在执行库藏股的 就公司派开始买回股票的 真的是跌得非常的严重 跌的个股的跌幅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好那这个当然也曝露出 这个香港股市的风险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这段访问的是红利投资策略部的 邓声明副总经理 邓副总带来了高盛 以及红利对近期市场跨资产类别的看法 邓副总高盛的看法是如何呢 高盛他其实比如说他们估明年 就是说企业获利 产业的获利来讲还是能源 能源和原物料 还是这两个横哈二将 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明年科技 大概明年的获利 因为今年实在太好了 所以明年全部大家都打的七折八折 但是科技和工业 顶多只有打七八折而已 像那个标普500整体应该要打六折以上 换句话说今年涨了非常多 明年获利没有那么高 相对来讲你支撑的底气就打了一个折下来 但是投资风格来讲的话 像那种周期性和必需性的消费 最近其实是有一点起来了 还有一点低配的就是 比较没有表现年初至今 一直进市场 一直落后以开发国家 看起来的话就是 价值股的话 今年还不错 整体来讲 尤其是二三季之后 一直很稳健的在表现 但问题是它涨的速度很慢 相对来讲一个成长股 成长股一个月里面 可能就可以翻好几次 可是价值股真的就是 慢慢的 等于就是压着滑水 慢慢走 所以相对来讲是这个样 然后他们觉得就是明年 看起来的话 等于就是你现在整体是市况 就是说股票和债券 它的一个相关性 并没有那种rolling up 等于是说它还是负相关 所以看起来大盘的稳定度 其实没有那么糟了 等于就是 你虽然看到就是前一阵子市场 跌得比较凶 但其实还没有那么情况 并没有失控 那等于跨资产 整个股票隐含波动率 虽然是升高蛮多 尤其是过去一个月 其实是升高很多 但是三个月的角度去看 好像又没有呈现失控 还有一点就是 现在不空单 整体空单还是步的比较多 然后多单 跟上个季度比较起来 两三个月之前 比现在多单 其实都退潮了甚多 对于这个市场 其实还是蛮审慎的 并不是说 现在就是我就一面 一路做多 然后完全没有风险的一个考虑 那整体看起来 周期性的股票 高盛的看法会 胜出防御类股 然后次产业变动的话 周期性股票会胜出 然后今年还有一点就是 小型股被大型股 实在是碾压到不行 而且这个差距一直在拉开 好 我看到他几个重点 第一个他认为 明年新银市场会继续落后 以开发国家 对不对 对 就是说他觉得新银市场 没有他提的就是 我这边整理一下 就是说 你像你现在讲的是现况 就是说新银市场 它还是落后 但是最近稍微扳回一层 那明年来讲 我们的看法 我们这边红利整理起来 我们的看法是 内部看法是觉得新银市场 明年的确是比较有机会 明年比较有机会 所以你们的看法 是认为新银市场 因为今年落后已开发 所以明年反而新银市场 会比较有机会 是啊 因为这都是今年 比较没有表现的区 而且亚太也跟得被 因为中国的因素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明年美国升息的话 资金会回流美国 说新银市场的金融市场 因为今年 有些地方估值很高的 就会出现资金倒流的情况 是 就是说 因为美元 美国升息 它并不是一个快速的升息 如果说你这个三码 比如说明年升三次 那一次是一码的话 升三码 除非点准会的升息的速度 之前跟各位听众报告 就是它是一个比预期快了一倍 比如说一次升两码 这种可能性比较低 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它不是立刻升 那它是先Q1减持 Q1减债 然后接下来可能是三月之后 可能是一二季之交开始升息 所以不是很快速升息的话 美元的 其实它已经先提前反映这个东西 等于就是藏起来 它美元维持一个水准于不最 不至于持续 快速的往上 对其他货币都狂升 我觉得如果说美元的升息 升的速度太快的话 的确是会damp 其他新市场货币的一个需要 我觉得这个双方一定会成一个反比 那看起来美元如果是 只是呈现一个区间的一个整理 不至于大幅往上推升 推升它一个原因 其实是就是升息 基准利率的往上抬 还有就是长线的一个趋势 那它利差跟其他新市场要拉开 我觉得不是一时三刻的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来讲 可能估值带来吸引力会比 那个等于席差带来的席差的吸引力 来的会来的更快一点 因为跌很多 或者说相对来讲就是没有那么表现 所以这个部分的吸引力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另外高盛也认为说可以注意恒生国企指数 我这个意思是说 最近他们布了一些co-option的 这个smart option 有可能是smart money布了一些多单 所以要去留意 这个等于就是 它是比较属于这一两个月的短周期的 短线上面 对对短线 它已经其实钱已经有在里面布 是co-option 这是最明显的 因为这是跟两三个月之前去相比 它是成长了至少两倍以上 好 那你们的建议会是什么 宏利的现阶段的建议 我会觉得就是相对来讲的话 等于就是因为风险资产 你现在要去找low-based低基期 然后跟升息通膨联动这些商品 就是以未来一个季度去看 还有就是说 那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吗 例如是哪一些呢 低基期跟升息通膨联动的商品 例如是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去 你可以做tips 另外你可以做一些比较low-based 比如说可能是实质资产这种投资 那相对来讲的话 那你可以看就是跟升息趋势相关的 那我觉得像金融股这种东西 它是其实今年已经有先反应 但是最近两三个月其实有点掉下去 等于就是 当然它还是在名单之内 那这种投资我觉得要去注意 那另外第一阶 低基期的就是亚太 亚太的股汉债 我觉得是基期就是低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可能这个股市轮动会持续轮动 那这种基期角度 吸引市场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表现落后 我觉得有机会吸引比较大的一个目光 但如果说你是很在乎那种品质 就是说我一定要很稳健 就是说相对来讲 要更有promising的可能性 那你可能你已开发国家 你可以去做已开发国家 可是问题是它中长线的一个趋势 可能它就不见得会超过这些亚太 在安心市场 它相对来讲就是已经涨了比较多 美资产类别配置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其实美国金融股最近跌很多 你看花旗银行的股价 已经从80块美金跌到60块了 对 它年初的时候 从去年底40块美金涨到80 涨到6月 正好涨到年中 从年中之后就一路跌 跌到最近跌到剩下60 所以刚刚好把这个上涨的 跌掉一半 对 对 就是应该是 就是最近的两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 对啊 最近跌很凶啊 美国的金融 对 但是问题是金融 你要相对 相对那种就是staple 就是必须性消费 它今年 因为它的那个家底甚厚了 等于是年初到现在 长了一个涨势是 是很不错的 那它其实还是有维持住 有人请教您 那个黄金的看法 黄金哦 如果说 因为黄金这个趋势 假设你是认为通膨是 持续上去的话 那你可能 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做黄金 但问题是通膨 如果说明年可能 一季二季之交 通膨 假设短期 有机会见顶 慢慢下来的话 那或许黄金 借时会相对来讲 会比较 比较有机会 相对是这样 因为它这个东西 等于就是 这种状况的话 等于是它还是比较 持那种宽松货币政策 会去对它的一个金价 会有一些不值 而且你美元 金价又重新占回1800了 创一个月新高了 最近 这两天 对 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它很吃这种 宽松的货币政策 相对来讲 而且你如果其他地区 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快钱 你可以去期待 或者说它的一个 贝斯或是它的估值 是其实比较 有吸引力的话 不见得那些热情 谢谢